提到李冰冰大家都不陌生 作为娱乐圈的顶级女明星 近年来她已经慢慢转战幕后圈内也很少有她的消息了 然而前段时间许久没露面的李冰冰 在微博发了一篇长文一度冲上了热搜 果然李冰冰还是出事了 李冰冰出生在黑龙江济西市 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家里还有个妹妹离学 李冰冰从小就不是最优秀的学习也不算好 初中毕业后李冰冰上了一所中专师范学校 然后去当了小学老师 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 李冰冰遇到了她生命中的贵人高强 李冰冰在高强的推荐下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 本就是普通家庭上大学时家里还发生了变故 妈妈重病妹妹上学 是一只预兰油广告救了李冰冰 让她付清医药费和学费 之后的生活才慢慢好起来 1994年李冰冰凭借电影《景魂》正式出道 可惜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一直到2000年李冰冰的事业才开始有了质的飞跃 同年李冰冰因少年包青天意外出圈火了一把 而妹妹李雪也毅然决然辞职来当李冰冰的经纪人 妹妹也十分有眼光 她的建议都十分正确 李雪为她接下了电影《天下无贼》和《独自等待》 这两部剧更是让李冰冰 获得了金马华表等各项大奖的最佳女主提名 而后的一部云水摇 让她直接拿了百花奖最佳女主回来 也就是这次的获奖业界 把四小花蛋换成了四蛋双兵 李冰冰由此成为华裔一姐地位不可撼动 之后又凭借风声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影后》 然而从2018年后便很少看到李冰冰的身影了 很多人都猜测是不是她不想拍戏了 如今李冰冰在微博发了一篇长文冲上了热搜 原来是她身体出了一些问题 总是莫名其妙地感觉到疲惫不堪 甚至会发冷 没力气 长期失眠 每天都吃大量的药物但都没有效果 长时间失眠导致精神崩溃 网友也纷纷留言让她好好休息 虽然目前李冰冰的身体状况依旧不是很好 但她开始努力尝试着去治愈自己 希望李冰冰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计划